前幾天我們看了一個新聞 國防部應該是從去年9月開始吧 每天會公布 只要有共軍的飛機 進入我們防空設備 他就公布 前幾天是史上新高 一天來28架次 那這個呢 最近呢是數量不多 但是這個就要請教雨勺 這個很有趣耶 來的阿公雞耶 尖七耶 這個我跟你講 我相信在網路上 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應該聽都沒聽過 因為他們大概 基本上應該都40歲以下 大概聽都沒聽過艱棋 欸 玉莎 為什麼要派艱棋來 我還是一樣 按過去的說法 先調一下歷史書袋 在我小時候啊 中共的飛行員有一多 就所謂的投奔自由潮嘛 所以我簡單說一下 反共意思有四大金剛啊 這四大金剛分別是 1977年的范元彥 他最厲害 他居然是在1977年7月7號 飛到台灣來 結果范元彥害死我們了 因為那時候滅小學 都要想辦法學會那種歌 于將軍已經會唱這種 飛向白日晴天了 為了曾姿佑 為了鄉人圈 脫其無心無無情 飛向白日晴天 你再唱下去觀眾會理解 大家覺得好像是韓國瑜在唱歌 幹嘛唱老歌 這是第一個嘛 叫做這個范元彥 1998年的帥哥吳榮庚 可是呢後面這三個 都飛到韓國去 1983年的孫天晴 1986年的鄭蔡田 如果沒有記錯 我稱之為四大金剛 可是呢孫天晴這個最特別 他飛的就是殲7 所以說呢 老共那時候跟南韓交涉很久 殲7是老共的第三代戰機 他大概是60年代 1966年開始啊 模仿米格21嘛 開始生產的 所以飛到南韓區還得了 這斡旋了很久 得到一個新的投奔自由的 這個南韓模式 人給你台灣啦 飛機就弄回去嘛 為什麼 因為殲7在那個年代 不要說是F-51啦 算是呢 共產世界第三代戰機的 這個翹楚 所以他有他輝煌的歷史 但請記得是在60年代 70年代 是防米格21的 可是啊這幾年 基本上他已經失去中機啦 對不對 我們的F-51 都轉成教練機了嘛 前陣子很多的這個 這個墜機的爭議 我們在討論到 F-51的相關事情都說 他隱形基本上要換新的等等 我們都已經變成 二線的教練機 高教機 那但是老共啊 把這個阿公級的 年紀比我還大的請出來 這就有他特別的用 當然這邊有介紹他的性能 哎 不要小看他 他還是可以飛馬赫2點多 時速2000多公里 速度很快 其實共產國家的這種戰機啊 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原則上比同級的西方戰機 飛得要快一點 但是它的雷達跟電子作戰呢 相對較弱 所以說呢 這是蘇聯戰機的這個性能 當然中共山寨版的 又要打點折扣 但性能基本上不用小觸 你看 時速2177公里 航程也有1480公里 坐在半徑850 還參加過這麼多的戰爭 剛才我說的1983年 孫天晴投奔南海 那為什麼最近我剛才說的 28架飛台之外 零零重重什麼都有 你看 有比較先進的 1016還有運8 對這些 但是 欸 有4架 1017啊 我覺得我的好朋友 蘇紫雲說得很好 我先講一般人 或是我半路出家 軍事專家的觀點 這叫以下四對上四吧 他們是第三代戰機 我先說是有人的 我們去攔截的 一定是第四代戰機嘛 不論是我們F16 幻象2000啊 或是國產的ID-4 那都是第四代戰機 他用第三代戰機 來騷擾我們 我們就用第四代戰機 去啊 想辦法去監視 誰基本上稍微得了便宜 還賣乖 當然是阿公級的 第三代戰機嘛 我們的戰機比它還要晚 大概十年一個世代 這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這個也可以做某些測試啊 當我們的軍機起飛的時候 我們雷達也會做鎖定嗎 我們的電子設備要開啟啊 又用最廉價的方式呢 想辦法就可以捕捉到 我們相關的雷達 或是電子作戰的租源 跟相關的訊號跟系統 對於來說會合啦 所以要不然造成 我們疲於奔命 第二個呢 就是呢 我們的好朋友舒子儀所說的 做的是電子對抗的訓練 電子對抗訓練是什麼 了解一下我們的反應 了解一下呢 我們的戰術作為 了解一下呢 我們雷達打開之後呢 它能夠捕捉到 相關的訊號跟相關的情報 所以對老共來講啊 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啊 當然如果這是無人機的話 哇 那個成本就要更低了 你覺得中國現在有這個技術嗎 因為間期蠻大的 我認為無人機這實在是 有點鐵馬行空啦 你自己都已經發展 這個新一代的無人機了 你再去把這個老飛機 你再去把這個舊的 而且重量量量量大 而且它容易被徵收到 對 那麼大一台 那我就說啦 如果真的改成無人機擺明 就是讓你知道說 我有飛機來了 對你的心理作用造成影響 宇燒有沒有一個可能 就是因為他們最 我們知道中國的飛機的發動機 其實耐用度跟美制差非常多 非常多 再三分之一到分 連二制的都差不多 那個只有那個水準 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太常常來騷擾我們 新的飛機已經有點兵困馬伐 所以派老飛機上場頂住一下 所以這也不無可能嘛 因為我剛才煌哥說的對啊 由於全民現在對於國防 都有新的認識 我覺得蠻好的 大家對疫苗 對這個疫情有新的認識 但這兩年以來 拜中共解放軍之次 我們對他的軍機 他的戰術 他的型號 基本上還有戰術作為 都有新的了解嘛 大家都知道啦 他的發動機的妥善率 大概只是西方國家的 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是跟欺商權勢一樣的 他老亂我們 浪費我們的油料 或使得我們飛行員疲於奔命 難道他不會累嗎 而且我們享有內線優勢 什麼樣內線優勢呢 他從各地飛來 我們在我們的空域啊 這就叫做我們的內線優勢 如果說純粹與戰損比來看的話 台海空域很小 但是呢 因為呢 我們以疫待老 我們以靜置洞 所以說呢 他也會耗損料欠 油料 甚是人員 所以改成無人機啊 對他來講 人員才是無形的資產 你飛機老就掉了就算了嘛 這個掉一架少一下 反正又沒差 所以我覺得 剛才我所說的 若是有人的話 他的盤算是下勢對上勢 改成無人機的話 反正阿風吉這種東西呢 不小心摔落了 或是呢 故障 或真的被台灣空軍給打下來 被我們飛機打下來 對他來講 他覺得沒差 這一點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聽說他召集了許多新的 不是新的啦 就像我們現在找 這個退休的一副人員回來 解放軍也找了一大堆 退休的這一些啊 飛行人回來 這些人基本上本來處在啊 下崗的狀態啦 又重新人能回來一線 過去他駕駛的是老舊的 這應該對他來講 是嫁輕就熟 所以老共的政治算盤 跟經濟算盤 跟軍事算盤 也算得很精啦